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凤九自然知道今日是中秋 毕竟自己身为白家人自小历练 莫说凡间的节日 就算是凡间的习俗 他也十分了解 只是今日深处着寒荒国中 倒让他感觉少了许多节日的气氛 冰天雪地竟无端端勾起一丝惆怅 三日 他记得那日东华说三日之后 也不知今日他会来吗 寒荒国没有中秋节的传统 大约也是因为本身就是冰天雪地 让那浪漫温馨的气氛 也被冰雪冰冻住了 自从凤九的记忆和法术都恢复后 他对于这样的冰冷环境反倒是没有什么特殊的感受了 因此即便此时他身上一件大厂都没有穿 也丝毫不觉得冷 南风看他好像冰不冷的样子 索性搬了两张垫着软棉垫子的椅子放在了院中 凤九看了一眼自然地坐下 月色被蒙上了一层淡淡的银霜似的 凤九开口 今天的月亮好美 南风看着 半天没有作声 似乎是在很认真的欣赏着如此美的月色 叩门声传来 三声 不大不小 不急不徐 凤九却两眼放了光 南风前去开门 并未见到身后的凤九的变化 银发如昊月 白衣若流云 东华帝君淡然地站在门前 一脸平静 身后身旁还是纳日的几位 过客 南风巨型倒是极好 一见来人 兴奋道 你们回来了 这口气 俨然是多年不见的老友 东华帝君淡淡一笑 哲言倒是活泼 道 听闻寒荒果月色最是空明 今日过来赏月 不知方便吗 哲言这后半句话 绝对是故意的 要说还是洪荒尊神道行告 仅仅是一句话 东华帝君便挑着眉瞥了一眼哲言 虽然没说旁的话 可哲言到底是有种奸计得逞的感觉 凤九听着门外热闹 走了过来 瞧见了东华帝君和哲言 墨渊上神以及他小树白真 记忆恢复的他见到他们心里很是兴奋 可到底是白家人 性子活泼些 心思呢也顽皮些 因此 在众目睽睽之下 凤九一眼高兴 道 你们回来了 这次也是路过歇歇脚吗 这个反应有点不正常 可仔细想想 南风在 好像也算得上正常 东华帝君看着凤九没有说话 他想 上一次他已经能完全看见他了 这一次这个开场白 只能是因为南风在的缘故 哲言等人这一次是有备而来的 之所以去太成宫邀请东华帝君去凡间游玩 完全算得上是神东击西 估摸着事一早就察觉了东华帝君的意图 因此才有了各种的阴阳怪气 凤九瞧这几人依旧是一脸的疑惑 白真上神和白浅上神算 是将凤九一手带大的 别说肚子里有什么心思 就算是一个不经意的一个眼神 一个表情 他们也能将凤九的心思猜个七八分 而此时的白真上神 一脸依偎深长地看了一眼凤九 恰好凤九也看到了这一眼 心里一个机灵 幸好 白真上神什么也没说 只是回应凤九方才那句问话 道 是刻意来此看月亮的 凤九为生抬头看了看天上的月亮 道 确实不错 原本他想装一下 但照这个情况看 应该是装不去了 但凤九此时的套路是 索性不觉察就好了 南风倒是很热情 听闻几人来赏月 立刻去搬了几张椅子出来 热情地邀请他们坐下 并且还说看上去几人都是不怕冷的人 恐怕也是修行之人 折眼几人笑而不语 东华帝君进了院子 一句话也没说 显得有些许不耐烦 墨原上神看着这一轮好月 总感觉比起昆仑须的月亮 差了几分味道 不过话说回来 他们也的的确确并不是来赏月的 我瞧寒荒国的月色实在是宜人 不如我们出去走走吧 折眼上神总算说了句 让东华帝君挑眉的漂亮话了 但很遗憾南风当即说道 这外面实在也没什么可看的 山中与我这里一样 没什么看头的 折眼倒是极度配合 道 既然如此 那就不必出去了 在此处赏赏月亮也是一样的 东华帝君早已不耐烦 听见二人如此说 心情自然是好不到哪里去的 只见他紫秀一挥 南风没了踪影 折眼故作瞅目结舌状 道 这未免有点严重了吧 东华帝君倒是一脸淡定 道 既如此 你们还不走吗 仿佛是东华帝君的院子 仿佛东华帝君是主人 这样的逐客令折眼都不好意思再继续待着了 于是折眼起身 道 那我们出去走走 稍等一会再回来也未尝不可 说吧 百无聊赖的莫冤上神站起身 三人也化作一道亮光消失不见了 凤九明明嘴 东华帝君坐在那里 此时仿佛有了兴趣 看着凤九的脸 道 还要继续装下去 原来凤九先做恢复 这是几位尊神都知道的事情 毕竟作为洪荒尊神 这样的变化是无论如何也瞒不住他们的 先下被东华帝君拆穿 凤九只好微微有些不好意思道 被你看出来了 东华帝君朝着凤九招了交手 凤九走了过去 东华帝君轻轻点了一下凤九的额头 道 小东西 还敢骗我 冷月无声 可冬日的风吹过树梢的时候 凤九居然觉得脸上微微发烫 不知为何 他总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 见到同一个东华帝君的时候 会觉得脸红心跳 即便他们已经相处了这么久的时间 神仙是不怕冷的 在此刻 伴着月色 伴着轻烈的寒风 东华帝君轻轻柔柔道 九儿 你可记得是如何来这里的吗 凤九点点头 一副无奈的样子 整儿又抬头看着东华 道 是那魔族公主对你念念不忘的原因吗 像是被踩住了小尾巴 东华帝君脸上的表情 一瞬之间微微不自然 但一闪而过 随后便饶有兴致地看着凤九 道 九儿 你错了 与其互相猜疑不如坦诚相告 面对东华帝君饶有兴致地发问 凤九歪着脑袋响了一下 然后坐在东华身边 道 其实我也知道这个醋吃得有些莫名其妙 可以想到你曾多次为他疗伤悉心照顾他 不知为什么 我心里总是有些不舒服 大概这就是你说的吃醋吧 月光照在凤九的脸上 他原本就长长的睫毛 使得他眼下有了一片阴影 配合着方才说的那番话 好像他从来没见过的东华帝君 为鸡横公主疗伤的情形 都生灵活现地出现在他眼前似的 一时之间凤九的心情又低落了三分 东华帝君轻轻握着凤九的手 虽然凤九的法术恢复了 可东华帝君总是不放心 在那不均意之间 用法术给凤九暖着双手 好让他在这样的环境中变得温暖一些 再温暖一些 久儿 你方才说的话 有几处错误 东华帝君的脸上并没有调笑的意思 有些严肃 凤九抬头 一双眼睛中有些不解 什么错误 东华帝君道 首先 我并没有多次为他疗伤 大约只是几年一次吧 自从给了他疗愈的方子 便已经很久没去过了 最近不知魔族有什么心思 突然他的身子又多病了起来 其次 若说悉心照顾 我想 比起对你这只小狐狸来说 我的照顾才算是悉心照顾 毕竟你这小东西在千百年前就频频出差错 害得我总是为你选这一颗心 东华帝君的画在静谧的夜色中显得格外清晰 凤九借着月光的清灰 看着眼前这位令四海八荒神仙 见之多要跪下行李的洪荒钻神闹海中 瞬间涌现了从前的许多画面 初见东华 九最偷偷亲他 索要塔他的即使出现 成天台上他的寒情默默 他动容了 月亮偷偷的移到了两人的身后 将两个漂亮神仙的影子投射到了沉浸的地面上 地面上的两个影子粘在了一起 珠木树叶互相抚摸着彼此 在静谧的月夜之中发出沙沙声响 我想把南风带回去 凤九福在东华帝君怀中说着这句话 他并不知道南风是文昌帝君 东华帝君揽着凤九道 人各有命 一切都是天意 九儿你应该明白的 东华帝君是想此番将凤九带回去 既然是帮助文昌帝君历劫 那即便是凤九回到神族 也是可以继续帮助文昌历劫的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